那就跟我们一般讲课意思一样 而且还可以录研 好 这一张 同学大概就看到 他讲到这个ERP的部分 ERP的部分 他讲到ERP的部分 天哪 还要一直有人 现在才迟到了一堆 你们连远迹都可以迟到 待会儿 待会儿 有点慢 现在好像大家很多人在用还是什么 不过我家里的网路算快了 等我一下 刚刚跑出去了 刚要求要进来再来一次 哇糟糕 我看一下我刚刚 好像当掉了 你们有听到讲话吗 哇 死了 这没了 我看他就要去看了 是吗 我这没了 我看他就要去看了 我看他就要去看了 但我看他就要去看了 好 终于 艾莉 终于 艾莉加入了 还有另外十七个人 好 还有谁还没加入呢 因为我等下讲课我没办法这个顾虑你们 我看 30个人 不知道谁还进来 好 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数字点名是9493 那你们看一下老师的画面就是 这个是讲 在这里是讲ERP 讲ERP 那也讲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供应链管理 好 然后另外我们最后讲这个CRM 所以这一张呢就把所有的企业用的系统 全部都整合在这一张里面 那同学要知道电子商务是一门客 客户关系管理也是一门客 供应链管理也是一门客 然后ERP也是一门客就是企业系统 所以我们在这第九章里面我们只是讲简单的概念而已 好那这一张里面呢 就告诉同学说这个企业系统 我们一般讲企业系统叫企业资源规划 同学要记得考试都会考哦 企业系统叫企业资源规划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ERP 就是它整合 财快啦 人力资源啦 这个行销制造啦等等这些的一个系统 那供应链管理系统 怎么跟供应商进行规划生产物流跟协同合作 客户关系管理怎么协助公司拉进客户的距离 这个都很重要 你没发现现在的企业 有客户关系管理的系统 比如说有会员制啦 鼓励你去消费回馈啦 包括这个 星巴克有一个叫星里城 那个星里城的系统也是一个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那企业系统也会带来一些挑战 就是我们ERP 你知道 那个 蓝山人寿为了要做ERP 花了几亿台币 最后好像没有很成功啦 聊了很多钱 所以那些总裁就被批着要下台 所以 做ERP呢 企业系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 这个课本 这个 沧海手提供的这本课本 它主要的课本的这个 Lauder课本 它主要是在每一个 课本的案例前面 每一个案例的前面 都会加一个 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就是讲说2007年 这个ACH这家食品公司呢 透过ERP它引进SAP 那老师还问你说 全世界最大的ERP系统是哪一家 SAP 德国的SAP 全世界它最大 因为它是从 从那边开始 从制造 资源系统规划开始 然后很容易就可以引进这个 企业资源规划 那本来老师都会教SAP的ERP 但是我们的课本来三个小时 被砍了两个小时 所以老师就不讲这些了 不过ERP本身就提供这个 财务订单管理的请购 企业证某这些等等 所以2009年进一步导入 SAP ERP的升管 品质管理跟CodeCenter 这些 那企业的资料整合 让管理者能够制定更好的决策 让全部的事业单位 也可以使用相同技术 那我记得老师的话 以前加SAP都用这个 有一个叫frontend 登录到这个 他所提供的系统 SAP SAP 他所提供一个系统 登录进去 呃 可能我重贯了 所以一直找不到 没关系 因为我没有交SAP的东西 好那看一下这个 这个ACS这家食品公司在美国啦 好像应该在美国没错 他透过这个 他透过这个SAP的系统 来去翻转整个公司 因为他们本来的话就是 有很多独立的老旧系统 然后这个企业流程有的是过时的啦 所以呢 他们就引进的这个SAP 可以把这些系统 散领在各系统的系统 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管理上 他们修改他们的企业策略 他们修改自己的经营模式 经营模式什么叫经营模式 我们后面 同学你们在第十章的时候 等一下考试会考很多所谓的经营模式 对不对 比如说电子商务哪一些网站 是靠这个销售 比如说亚马逊它是电子零售商 它是靠卖什么东西来赚钱 有的是靠内容提供商 比如说我提供你线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可以看影片 VOD这些 叫内容提供商 有的是提供你交易仲介的机会 来抽佣金 那像雅虎奇谋是提供 那像雅虎奇谋是提供 组资商要改修考企业 科技商要导入SAP的ERP SAP ERP导入SAP的生产 产品的Lifecycle 就是制造产品的管理 然后另外有一个是先进的规划 跟最佳化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食品的东西在生产太多 可能卖不去变得不新鲜 你要让你的生产会刚好库存量最低 库存量最低 你那个食品卖出去可能可以最新鲜 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目的在执行我们的企业的流程 让更有效率 那支援你新的企业流程等等 还要改善这个决策的制定 最后是要解决我们的方案 好 那老师刚刚讲过 企业系统常常被称为 7月资源规划 同学一定要记得 叫企业资源规划 那企业规划它的英文叫做ERP 叫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这些 它是一套整合的软体模组 对 一套整合模组 然后每一个模组之间呢 是有个别的资料库来做整合 跟一个集中的资料库所组成 也就是说同学你们看一下这个 好 你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我们有FI模组 财务会计模组 能力HR 能力模组 能力支援模组 有这个行销 制造行销 行销跟配收模组 还有制造生产模组 大概主要有这四大模组 主要 那他们这四大模组 是靠什么来做整合 是靠集中一个资料库 大家的资料都放在这个资料库 然后每一个人都到资料库去捞资料 就可以把这一套整合的模组去整合在一起 那我们SAP的模组 每一个模组都有一个叫做Consultant 就是一个顾问 那每一个顾问的收入都很高 你认了一公司要导入SAP的ERP 事实上SAP没有赚到钱 都是这些顾问公司赚到钱 那这些顾问公司呢 你比如说台积电要引入 引入SAP、ERP 他总共花了好几亿台币 当然那个顾问会就不得了了 每一个模组的顾问师 他的薪水可以到达两万元一天 同学有没有觉得很压抑 有没有 你们可以跟老师在线上来互动 这里在随时 有没有人觉得很压抑 你回答的话 在上面回答我就给你加分 好不好 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到互动的功能 所以呢 我刚刚讲的就是结合生产字号、财务外计、 制造行销跟等这些大量关键流程的资料 他几乎支援组织内企业所需要的活动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这个叫MM模组 那财务外计我们一般叫FI模组 那每一个模组的顾问师的薪水都很高 那这个销售跟行销叫SD模组 那人类资源叫Human Resources 我们一般叫HR模组 所以同学如果有志于要做SAP、ERP的顾问 跟学程式没有关系 你要懂得企业的流程 那你要懂得SAP的系统的操作 那就可以让你 然后考到证照 有这个经验 就可以让同学有这个证照 就可以赚到钱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讲什么叫企业系统 我稍微有简单介绍 那等一下会讲ERP有哪些公司 那ERP的重要性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你们比较好看 如果说资讯来自于数百个不同的资料库跟系统 彼此不相容 无法沟通 企业如此如何控制生产 相处及配送 那通常在没有ERP之前 很多人会买财务会计 财务系统 人力资源系统 什么什么系统 就是这些系统之间 资料都没办法做整合 甚至更糟的就是 大部分的公司都用ECEL的资料来处理资料 那ECEL来处理资料 是没办法及时共享的 不好共享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人力的话 人力资源已经少一个 少一个 少一个业务员 那我们的财务部门不一定知道 可能又给他 他来借钱又给他借 他如果已经离职了 当然不能借 我举例是这样 所以ERP的状况性来自于三个 同学一定要记住 考试可能会考虑 所以我们的决策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决策 如果是依据原人工的报表 资料常常过时 难以掌握企业运作 那我们的企业资源规划 可以整合公司所有资源 及时独立的运作 鲁土9.1 鲁土9.1 那这个我们交SAP的人 常常会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企业流程上 为了控管风险 我们会对每一个客户 设定一个信用的额度 那任何一个客户要跟销售部门订一个订单 那如果有ERP以后 他可以即使跟财务部门去确定这个客户 他的信用额度是不是已经超过 如果额度已经超过就可以把它拒绝掉 如果你没有整合在一起 这个企业已经跟公司的几个机构 借了下了很多订单 那万一他有契单的话 会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困难 所以ERP的好处就是可以整合财务会计 我的MM部门 比如说下了一个订单 我信用额度没问题 我就会把这个订单 Pass给我的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生产完毕 回到工厂就有工厂来出货 就有SD部门来做出货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个财务会计 SD模组里面的销售人员 一旦接到一个订单 那通常他有绩效 就会回到我们的HR部门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奖金啊 或是薪水上会给人家加薪或什么 所以这个ERP的好处有这么多 好 那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财务会计 通常你要做的事情要做什么 大概就是现金部位应收账款 客户的信用利润 那我们销售行销要做的是订单 销售预测 退货预测价格 生产制造就是原物料生产排层等等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ERP 当一个客户来跟我们下订单 我们透过中央的资料部 马上知道说生产制造 它的原物料它的排层 是否可以排得上去 我们才可以答应客户说 你这次要跟我订一万件毛衣 那你要三天内要交货 有没有办法交货 我有办法马上回答你 这个叫量能的评估等等 那工时这个可以计算工时劳力等等 那这四大模组 我刚刚讲过人力资业模组叫什么 HR 财务会计模组叫FI 销售行销模组叫SD 这个一般叫配销 销售及配销 生产制造叫MM 他们是透过中央的资料库来互相沟通 这个企业系统运作主要是根据这个 那我们在企业系统里面呢 在一个企业软体里面 我们一般叫Enterprise Software 通常就是预先演绎定义好的 可以让你做最佳化的食物的企业流程 所组成导入企业系统的 比如说有一家叫Tusty的风培公司 定义现有的企业系统 然后它把它转换到所选定SRP 你把它加到去 加这些 就是说它会加到这些 好 它会把这个 他们定义好的企业流程呢 好 到这个转换到它锁定的SRP SAP的ERP去 好 目前市面上比较主要的ERP 最大的就是SAP 同学要知道最大的一定是SAP 这是德国的SAP 再来是美国的Oracle IBM本身也有出一个Info Global Solution IBM 还有一个Microsoft的 Microsoft的ERP 比较适合中小企业 那我们SAP有出一个叫做 因为SAP是很大的系统 那一般比较适合大的企业在用 那一般中小企业 我们可以用SAP1 来用 那另外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台湾原来做的一个资讯系统 很可惜喔 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系统 叫鼎芯 鼎芯的这个ERP 鼎芯的ERP 那后来就卖给中国 变成Made in China 变成中国在用的 不过在中国里面使用最多还是SAP 因为老外还是比较重养的啦 知道吗 好 让同学知道 好 那你们在课本的9表9.1里面呢 就告诉你说ERP 它所支援的企业系统 有哪些对不对 包括财务会计啊 应收账款啊 现金管理啊 资产会计 税务会计等等 这些都算是喔 人力资源管理 包括人事管理 什么什么公司制造薪资啊 这是在表9.1 另外一个人力在制造生产 就是存货管理啦 怎么做出货 然后再销售就是订单处理 报价签约 定价勤款信用集合 奖励佣金管理跟销售规划等等 好 这个也让同理知道说 我们一般以SAP的观点来看 好 这四大模组所支援的企业流程 要有这些 好 那老师把刚刚 企业系统所支援的企业流程呢 我把它整理成这四大类 好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 好 那我们ERP的价值在哪里 同学要注意它总共有四个价值 它在强化营运效率提供公司的资料 好 让管理者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 好 然后 然后 有的 用SAP ERP通常它是跨国的系统 它在全世界都有公司 可以把很多公司整合在一起 所以 它可以分布各地的据点 可以透过企业系统来建立标准规范等等 好 那各位同学你们要知道SAP 它的好处是说 你在全世界如果100 你的集团里面有10家公司 你只要用一套SAPERP的系统就好 顶薪的ERP只针对一家公司在做的ERP 不太一样 所以 SAP等于如果是大人的话 顶薪等于是像一个小孩一样 它会比较简单 SAP比较复杂 但SAP非常好用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说什么叫集团 对不对 就像联电的集团里面其实还蛮大 联花科啦 什么联准啦 什么这些都是 他们以联电的集团 他们可能只要靠系统 鸿海这个集团本身也很大 比如说富士康啊 这些等等 还有红准这些也是一个集团 那SAP 卖给 卖的授权是一个集团 不是一家单一家公司 所以你可以把整合集团所有公司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来 就是说可以 各地的据点可以透过这个企业系统 就是ERP 来建立实务的标准 规范 确保身处各地的员工都运循相同模式来运作 那ERP可以快速的回应客户对资讯及产品的需求 ERP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资讯 来改善管理者的决策品质 好 好 这里 课本有讲到一个叫Oracle的导入Oracle的企业系统的效益 那这有一些东西你们课本可能没有 这老师补充了 我去找的资料 有一家美国的旅业公司叫Oracle 他们在ERP实施经理在美国的工资 那他们可以帮助这个企业 可以节省更多的这个工资 所以他首席的官就表示说 首席的这个公司里面就有讲到说 可以让轻松的共享企业收集讯息 降低营运的成本 那Herber也说这个 发取的前公司的结合计划 到2013年降低成本有10亿美金 该公司表示正在持见指令目标 他们导入Oracle有这么多好处 Oracle的ERP 好 我们开始来讲9G2 什么叫Supply Chain 供应链 那各位最近都有听到很多供应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汽车公司所需要晶片 都不够 那包括Toyota很多工厂都关掉了 主要是供应链出了问题 供应链它有分上游跟下游 那比如说以汽车来讲 它的供应链就很复杂 供应的厂商很多 厂商很多 那供应链是有组织跟企业流程所观 用来采购原物料 把原料载换成半成品跟成品 配送到客户手中 所以很多人一直想说 台湾最近好像疫苗出了问题 我们希望说美国来救救台湾 我们用晶片来换它的这个疫苗 事实上 这是说民间的活动 要换的这个动作 也要看这个晶片产商同不同意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供应链有所谓的上游的问题 包括供应商、供应商、供应链 我们要管理彼此关系的流程 然后再来我们有下游的问题 要配送交给我们的产品 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组织等等 这些都算是 好 那同学来看一下这个 供应链管理 一般在供应链管理有所谓即使生产策略 零件会刚好在需要时送达 而成品会再离开生产线 立即出货 好 告诉你这都学切理想 现在就发现说最近这个问题就很头大 像这个食物上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中美贸易大战 这个中国所需要的晶片都美国把它断链掉 所以在制裁发挥之前 中国跟台湾买了很多的晶片 他们堆了一大堆的库存 最近才消耗完毕 所以有些东西当然是一种理想 这是理想的状况 零件会刚好在需要时才送达 这样避免库存的积压成本 那成品是在离开生产线才来 马上就可以出货 是这样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 常常会考一个题目 叫长边效应 这个在我们电子商务里面有讲到 这个也有考试 等一下会考这个题目 这个长边效应就是说 电子商务是讲长尾效应 不是长边效应 这个长边效应就是在 供应在管理中 循环发生问题 照应产品的需求 在供应的成品之间 传递产生扭曲 这个常常会给你考试 但是主要是供应内管理系统会有问题 我好像少了把一个图放进来 Nike的供应内管理系统 我好像少了放一个图 放一个图 在图的9.2 老师把这个图少放进来 图9.2 各位再看一下 我们有所谓上游跟下游 那应该是讲图9.3 长边下游就是说 我的上游 我的下游 我的零售商要跟 为了应务客户 我会多准备一些库存 所以会跟我的配销 跟我的配送商多要多定一些 配送商为了要应务这个零售商 怕库存不够 他会跟制造商多定一些 那制造商怕的不够 他会跟他的上游供应商多要了一些 所以因为这个中间 所谓长边的意思就是说 从你的上游到下游 也经过好几个阶段 那每一个阶段的话 都有一个小幅的波动 到我的最上游去的发现说 哇 原来客户的需求没那么多 但是我制造了很多出来 所以会造成这个 成员之间的扭曲 这些扭曲 好 这个是讲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那这个 个案管理 各位同学自己再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老师常常考 就是说我们在工业管理里面呢 常常有两个 一个叫需求的驱动的工业管理 一个叫做 一个是叫这个两个 主要是一个叫推式模式跟拉式 所以各位同学很多汽车的制造 都是属于需求导向的 叫接单或生产 叫做拉式模式 拉式模式就是客户真的需要来下单 逼着你去做生产 这库存是最少的 但是往往客户要等待一段时间 推式模式说 我根据生产排程 依据预测或产品需求 做最佳预测所以推导而来 把产品推向我的客户 有两个 所以各位同学老师常常会对这个来做考试 以往的考题都有制造 所以你们看一下 推式是 推式是我的这个制造商 根据工程商 依据预测的结果来做生产 然后跟我的工程商来买原料 然后我的配销商依照我的结果来库存 然后预测的结果来进货 然后推销给我的客户 那如果是叫做拉式的 这叫拉式模式就是说 客户来下订单 零售商根据订单呢 来补货 来跟配销商来下货订单 配合跟我的制造商 来做这个生产这些 这些 然后来根据工艺商来做制造 等等这两个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 刚刚各位同学看到你的供应链 之前都是一条线了对不对 现在比较不一样 就属于网际网路驱动的供应链 就不太一样 我的客户 我搞不好有时候不跟零售商买 我直接跟物流提供商来买 那物流提供商买 有时候不跟配销商来买 有时候会跟合约制造商直接来生产 或是我的制造商来买东西 那会透过所谓私有产业网路 或网路市集来做 所以网际网路 让我们的供应链就变得更复杂 好 我们看供应链系统的一个企业的价值 就是让公司的内部跟外部 的制造更有效率 可以精确的管理阶层哪些产品该生产储存移动 导入网路化跟整合的供应链系统 那可以供给能满足需求 降低存货水准 改善配饭服务 快速的产品上架等等 更有效率 好 讲完这个我们开始讲客户关系管理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 考试一定要考你们 就是说客户管理主要有三个概念 主要有三个概念 这三个概念里面呢 就讲到这个销售、行销跟服务 这个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这是一体两面不可三个循环的 我们这个对客户做行销 然后有卖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对他做服务 我们在服务的同时呢 又帮他又可以帮我们的产品做行销 行销有卖出去 我们再帮他做服务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这个CRM主要是有这三个层面来做 那行销主要是我们对客户做一些行销活动 那这个叫做这个接触点 我们可能利用所谓的接触点 来做这个活动的行销 对客户做活动行销 做内容来做资料分析 分析到哪些客户对他做行销 特别有用我们对他做行销 那行销完以后 我们可以在电话做销售 也可以网站销售、零售销售 要销售的时候 我们客户可以登录他的会员资料 然后事后他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帮他做服务 有客户中心的资料 有网站的自助服务、无线资料 现场服务的资料等等 还有社群网络的资料 这是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 叫CRM 叫Custom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好 所以很多的CRM呢 的软体事实上他有办法 进屋提供伙伴关系管理 叫PRM Partne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还有员工关系管理 我们跟员工的关系要处理的好 叫Employe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RM的模组 那PRM呢 使用很多跟公司管理一样的资料 工具跟系统 来强化工需跟销售伙伴这个关系 那ERM的软体处理 ,员工的议题 运作 像是设定目标 员工的绩效管理、绩效奖金 员工的训练等等 这些都算是 好,那典型的 CRM 典型的CRM 有销售 一般来讲我们一般 这个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销售自动化 做到销售自动化 销售自动化 还可以一般来讲 最典型就是一般而已 你要有办法做到你的客户服务 也可以做到行销 筛选你的客户进行这个目标行销 就像说这个 希尔顿大饭店以前我们讲过 它有一个叫客户关系管理 它可以挑选这个商务客 这个是最提供 因为商务客常常去 呃,去这个 呃,出差 好,那它固定可能会到某些饭店去 如果这要饭店 那他非常满意 他会常常去住 好,那这个是提供你最大利润的一个客户 所以这个典型的客户关系管理有这些 好,我们 好,客户当然我们再回头来看 就是这个 客户关系管理 主要做销售行销跟服务 那销售有做客户的账户管理 定单的管理 销售的规划跟现场销售 还有销售的分析 那行销呢,主要做一些活动的管理啊 通路注销的管理 事件管理市场规划 行销、营运、行销分析 那我们在做服务的话 有传递服务 还有客户满意度的管理 退货管理 服务规划 科务中心及服务台 及服务分析等等 这个都是CRM软体的主要功能 一般常见功能就是这些 那2015年1月的时候 有一篇论文发表 就是说 一般在做这个通路的行销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在课本里面有讲到这个叫做 接触点 接触点 我投影片漏了 那所以你们可要自己写 就是说所谓接触点 就是我们跟客户 接触的一个方法 我们客户 接触的一个地方 的方法 这叫接触点 接触点 在课本的359页 有一个接触点 就是在倒数第二段 叫第二段的第三行 叫 也就是联系点 也就是说公司跟客户 线 跟客户互动的方式 比如说电话 电子邮件 网站 客户服务中心 传统性的脸书 推特 或是零售商店 或是比较设计好的CRM系统 都可以提供这个单一的 这个企业的观点 那他们有去做统计 同学他们做行销最多的还是 电话30.8 另外一个就是 直接邮件有29.2 网站大概有16 那电子邮件 大概17点多 社群媒体的话 这个五年前都已经到29.2 我再相信 社群媒体可能会比电话还多 这是大概六年前做的统计 那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们专题大概已经过了 其实也可以做类似的这个 做类似的这些 那我们的CRM一般 有分两种 叫操作型的CRM 一个叫分析型CRM 操作型就真正实物在操作在用 包括跟客户跟面对面怎么去销售 那销售我们力有可以自动化 客户中心跟客户的服务资源等等 那分析型CRM是针对操作型的CRM 所收集的客户资料 怎么办 进行资料分析 提供资料 资讯改善的企业绩效 那它的目的大概就是提供客户的终身价值 就是一定客户所能带来的报酬取得 跟服务该客户所需支付的汇用 而且说这个客户跟公司的关系 要持续多久 要等三个变数计算而等 这叫客户的终身价值 这个是课本里面有提到的分析型的CRM 它的管道可能有这些 那我们透过所谓的资料仓储 资料仓储 Data mining 那Data mining的部分 在第六章第几章有讲Data mining 就资料仓储分析的平台 我们对客户 我们可以分析客户所 某一个客户所带 会带利润哪些客户 我们要做市场区隔 客户轮廓 我们可以把这个客户轮廓 把它描述出来一些奥客还是好客 那客户我们要随时计算客户的流失率 等等这些都是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线上处理的分析 资料探勘或其他等等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 分析型CIM最重要是输出 客户对公司的终身价值 叫Customer Lifetime Value C-L-T-V 是依据客户所能带来的报酬 取得该服务所支的支付费用等等 好这个是分析型CIM 好这里有一个客户终身价值的评估的换例 这是在课本里面有的 那比如说我们要评估说这个客户的忠诚度 然后看来判断它是不是是忠诚的客户 是不是带来终身的价值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流程 我们受到服务要求一起的客户的资料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资料 有就进行评估 没有就转到最佳的客户人员 解决客户提出的服务要求 如果有我们可以进行评分 这是高中层价值的 是的我们提供特别的服务 就像谢尔顿的这个饭店 我们可以让它退房的时间比较晚 甚至我们可以提供折扣给它等等 如果没有就转到这个最佳的客户人员 去来做处理 那这个取得客户是要从客户的资料里面 资料库去取得 好 这是讲互动的观点 好 那我们在企业应用上有一些挑战 就是说企业应用系统不仅要有生成的技术变革 借云的模式也会必须做相对应的改变 好 各位同学这个外面世界变化太快了 包括说以前银行规定都要实体的店面 现在很多银行直接用资讯系统就可以当做虚拟的银行 比如说叫王道银行也是 甚至这些银行只要靠这些资讯系统就可以上柜 可以上市 不得了了 主要它的企业营运模式是什么模式可以讲清楚 那供应链管理的系统需要很多组织来分享彼此的资讯跟企业流程 系统每个参与者可以摆遍自己的部分流程和指定系统方式 那企业应用系统也会产生所谓的转换准备 这个考数会考 同学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如果用我们的系统用得很习惯 他通常会继续用下去 如果他换了一个厂商换一个系统 他就会产生所谓的转换成本 所以我们一般企业应用系统是以组织整体的资料定义为基础 你是把需要确确了解你去如何使用你的资料等等 然后最后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越来越盛行 社群媒体使用越来越发达 那我们的课本有一个缺点 这地方就讲得比较少 同学临到期末报告里面 同学可以写这一点 就是脸书 Twitter的社群行销 现在很多企业在网在脸书上做一个社群的CRM来服务它的客户 然后我们脸书上有这个Message 可以即使跟客户来做联系 那我们不用请很多客户 就是说任何有反应的 你只要请一个人同时可以回答问题 因为他不是即时的 问题随时可以off night来回答 那如果说你是用电话来回答客户的话 变成说你常常你的服务人员一定要晚上也要加班 你搞不好同时很多人来问电话会不通的问题 那社群媒体就没有这个问题 可以提供最佳的服务 这个叫SocialCRM 可以把这个社群网站上客户对话关系 那这个东西同学你们可以到这个脸书上 很多的网站上面都确实都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好 这是讲一个卧达风电信巨人这个个案 那同学可以做参考 好